各位好 这里是笑哈哈新闻台 欢迎收看古典哈新闻 我是你们的主播姜哈妮 根据可靠来源指出 学音乐的人曾经因为挫折而哭泣的 占了百分之百 我们不是爱哭双语座 我们只是因为丁谱丁太久 眼睛干涩而导致泪流不止 你曾经觉得自己是汪洋中的一孤舟 在阴浮海中载浮载成吗 学音乐的人酸甜苦辣 到底有多鲜明 是像泰式酸辣汤 还是像四川麻辣汤呢 今日笑哈哈电视台带大家探索 年轻音乐家们的内心世界 看看在痛楚纠结中成长的果实 有多么的甜美 大一点就不考音乐班 真的不行了 就是觉得 太辛苦 这边竞争力很多 然后没有那种乐趣 有 什么时候 大学 为什么 因为觉得就是从小都一直在升学考 考好成绩就一直在考考考 然后就不知道意义在哪里 如果没有学音乐的话 你会想做什么你有想过吗 从事艺术方面的 就是对艺术方面的东西很有兴趣 领域这样 做会计吧 为什么会计 你很冒昧以求 因为我五专是念会计的 所以你原本不是念音乐系的 不是不是 应该就做正常人做的吧 找个一般的工作 当一个正常人 是因为太辛苦了吗 每天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练琴 其实有时候还蛮 孤单 可能去学心理学 你在学音乐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时候 就是难过到流眼泪 练不好的状况 是上课当场被老师骂的时候 不要累吗 也有 也有 但是回家练也有 会练到哭出来是觉得 哇我怎么会弹成这样之类的 类似 痛苦 就是练了好几次还是练不好 你的Siri很有感觉 你Q到他了 谁Q你啊 你什么事啊Siri 哦多了 哦多了是吧 昨天有吗 没有 前天 有 才两天就一次 也没到哭啦 就很沮丧 就心里会一直骂张 常常啊 爱哭鬼 对啊 大学的时候常哭 在上课的当下就可以哭出来 不行 不行要忍 对 要忍不然这样 不行我要忍住这样 然后掐着掐着这样 对然后出去 累奔 那所以多半这个时候是因为 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东西 对啊 因为我上台很容易紧张 所以 容易啪掉 好像有 怎么拉就是一直 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东西 是直接上课累奔吗 对就是直接在 那边剪哭 天啊 学音乐的人蛮常容易 在课堂上累奔的 因为那是我们最努力的东西 跟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然后如果我们 追逐不到 那个心中老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真的会很痛苦 那在学音乐过程中 有什么事情是最痛苦的 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关在情统里面 需要一直不断的挑自己毛病 我觉得过程吧 练习吗 就像刚刚在做的事吗 对对对 特别的痛苦 到底在干嘛 什么时候才可以呈现这样 什么时候才可以呈现这样 就是要一直用手机 然后再搭配这些练习 要专注练习 然后不要用手机 可能更多时候是学习音乐的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 不可以理解的时候 例如说像我想要买一把 Stradivari 然后我爸说不要 就爸你怎么不能理解我 有多想要Stradivari 那个我能理解我 那你觉得学音乐 什么事情最快乐 虽然有时候上台就是一坨石 但有时候拉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是蛮开心的啦 就是一种成就感 对 成就感 我觉得是在舞台上吧 表演的时候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 然后听到掌声就是爆爽 谈不好也没有很帅 所以 看状况 在舞台上然后要谈得很好的状况 就会很开心 就是可以跟别人分享 怎么说在台上的那一刻吗 好像在这个世界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 散播音乐散播爱啦 我觉得很棒 听起来有点感人 当你解决一个 你一直都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在舞台上 很多观众帮你拍手的那个时刻 是一个成就 哦 演出 哦 演得好的时候 哦 演得坏的时候又是想要学心理学 分析到底我今天在台上怎么了 就是喜欢掌声还有成就感 对对 我想就是所有音乐的人 就是很大的一个鼓舞 嗯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想要学音乐吗 想 会 应该还是会 应该不会 可以学 但不一定要进音乐版 会学啊 如果你以后有小孩子 你会想让他学音乐吗 当然要啊 一定要 真的假的 可是我不会逼他说一定要很专业 为什么 當你一個人夜深寂寞覺得冷爽 然後就覺得 有音樂的陪伴 半夜聽音樂就覺得哇 好棒 可以會讓他學 可是就是要把這個當做吃飯嗎 但你已經決定要拿他來吃飯了對不對 我只能這樣 我只能 好無奈的笑 我只能這樣 那如果以後你的小孩 你會讓他學音樂嗎 會啊 那你會希望他有走這條路嗎 看他自己啊 要看他什麼習慣 他如果熱愛的話 但沒有的話就是順其自願 我學啊 會 但是不會把他當成職業 每一個人都這樣講 你們現在到底是有多不想當成職業啊 你外來的目標是希望成為什麼 我很喜歡做老師 我覺得 能把我自己的一些理念 發給下一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也是一個很喜歡演出的人 所以最好的想法就是說 可以做老師 然後一個月可以演技場這樣 哇 他已經規劃好了 當然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演唱家 也希望能夠在學校裡面 就是教書這樣子 就是教育方面的事情 還有一些演奏 檢舉這樣 應該是想進美國的樂團 考樂團吧 不錯啊 你有去考過了嗎 還沒 我們就到考上樂團 加油 謝謝 謝謝 眼淚不會白流 就像是你多吃進去的熱量 也不會隨便的消失 它會如影隨行跟著你直到永遠 熱愛音樂的心就像是貝多芬的愛妮茨 莫札特的康斯坦才 舒曼的可拉拉 姜老師的同意 戴著這樣的信念持續努力 在掌聲中你所有的辛勞 都會得到回饋 就像是笑哈哈電視台得到你們的支持 雙語座又落淚了 我是性感又感性的主播姜哈妮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